創意比赛近在运通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总司令 今天台北股市重挫284点 可是教育老师今天心情非常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今天节目车表写得非常清楚 你知道这一个礼拜 我不知道很多明眼的观众都看得出来 教育老师虽然这个礼拜我们都有掌天板 可是你会发现好像教育老师 你就是一直不是那种真正的快乐 你不是真正的嗨起来 那你说为什么呢 因为我很清楚就是说 当我们台北股市 我们从我们10月4号翻多 这样一路涨了1800多点之后 他一定会修正 问题是他修正 他要修正到什么时候 就是今天所以今天教育老师心情好 好 先唱一下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 前途满满的梦实现 前途满满让我装心亏还有你 新变种病毒 新变种病毒入侵亚洲 是入侵亚洲喔 他一定要这样写喔 对不对 好像就在你身边喔 对不对 所以英国的卫生大臣表示 史上最糟的土源 好可怕喔 对不对 可是教育老师今天早上看到这个 妞的时候 我马上就想到这个妞钢弹 这个是教育老师最喜欢的一支钢弹 超强 阿姆罗开的最后机体 对不对 浮幽炮 对不对 超强 对不对 好 那你说变种病毒这种东西啊 又不是没变过 那为什么今天大家这么怕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以前你只要疫情来 是不是联准会就印钞票 GQE嘛 这是经济的最好解药 可是这一次变种病毒来了 史上最糟突变 但是咱们的联准会 现在却说要提前结束QE 因为通膨爆炸了 我之前就一直讲说他们都在讲假话 说什么通膨都是暂时的 那是因为还没有选举 连任了 连任了嘛 对不对 就讲真话了 他要结束QE 所以今天大家才会很可怕 然后就一路杀 一路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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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是今天这个杀 那就是强弱分明了 就是谁在裸勇就看得出来了 所以呢 早上嘉伟老师就给会员的盘事看法 我就写说 昨天是因为美国新增中国12家黑名单嘛 所以IC设计股一路杀 但是今天证实受到影响的就是实行KY 所以其他的IC设计股可以还他公道 第二个就是英国再传出新型变种病毒 你看今天早上恒大康纳乡 对不对 亚诺法 通常都涨停 对不对 疫情的扩散会增加更多远端视讯的需求 我请各位你们把回忆 记忆先回到一年半以前 那时候涨最多的时候 美国涨最多叫做润 然后台湾那个圆缸 圆展 标翻天 是不是 因为远距嘛 可是我跟各位讲这一次不会标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他们筹码已经乱了 那当然也会加速元宇宙的发展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是视讯会议 但是现在那些美国的大咖现在为啥要告诉你什么 虚拟会议嘛 所以元宇宙相关的股票而言反而是利多 我们的股票在早盘震荡之后 有机会在尾盘出现不过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一档 是不是 那你自己去看 在这整整三个小时的里面 筹码是不是洗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尾盘就这样拉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你看今天刚好有一个这个新闻 教育部现在要狠杂两百亿 斑斑有网路 深深有平板 因为从去年那个疫情突然来 说要什么在家里什么线上教育 打得一团乱 那时候教育老师不是还特别请假一天 赶快去抢平板 去抢notebook 对不对 这是一定要的啊 但是重点是不是人人都有嘛 所以你说要推什么线上教育 那根本就是空谈嘛 所以他现在他要配这个嘛 平板出来十年有了吧 开始现在班班要配 那我教育老师把话放在这边 未来你会发现学校 每一个学校中小学 至少 至少配个五十台一百台VR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 我之前我就跟各位解释过 你如果带着VR 所有的师生一起进入那个 班级进入那个虚拟世界 你要讲解很多东西是非常容易的 例如说火山如何爆发 对不对 怎么样那个空气怎么样到上面变成水 然后宇宙怎么形成 地球的公转自转 跟那个太阳系的春夏秋冬这样子 你知道那个东西之前 我女儿问我的时候 你知道我光解释我解释多久 我还上网特别去买一本书 那种打开来它可以变成立帖那书 一本就快要一千块 就这样啊 然后去用那个去解释 就这样啊 那未来在这个教学市场里面都会 那未来的会议 你现在是视讯会议嘛 那是因为突如其来 对不对 未来的会议就会这样 虚拟的 大家进入一个会议室里面 去开会 你也不用想偷来 为什么 因为你人进去之后 对不对 你就不能偷懒了嘛 现在你常常可以这样子 之前是这样子嘛 我这边在开会 我镜头电脑放着对不对 然后旁边我再滑手机 以后啊 你带这个虚拟头盔就不行了 你知道吗 你进去之后 你整个就要活动嘛 你怎么去 对不对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就是未来 这就是future 所以 为什么今天这些股票会拉尾盘 就很明显就是早上洗光光之后 碰 拉起来 可是你说那种 受到假设真的受到疫情影响 比如说假设变种病毒真的发威 各国再开始重新封锁 那我跟各位讲 这个就挂了嘛 飞机又不飞啦 是不是 那这个也挂了嘛 你说那是不是风港又开始拉货 我跟各位讲 从去年到今年货已经拉得够多了好不好 好不好 对不对 所以你看哦 昨天 因为有这个新闻 原本我们的元宇宙的股票 昨天就要反弹 但是因为有这个新闻 所有的IC设计股跟半导体IP股 被踹下来 我们昨天有三囊掌停板 这台光电 这是跟这个低轨卫星有关的 掌停板 对不对 这也是跟宇宙有关的 这跟元宇宙有关的滑琴 9点半功到掌停板尾盘杀下来 然后呢这个威盛 对不对 10点10分功到掌停板尾盘杀下来 昨天他本来就要反应 但是因为被那个杀下来 然后呢我想说哦 他杀下来应该后面还会有一个利空 我就在等这个利空 今天就出来了 不是吗 可是你看哦 然后这宏达电嘛 对不对 也杀下来 可是你看昨天光是这样一个威盛这样杀下来 多少人又跳出来吗 我真的觉得很莫名其妙 你们真的当做昨天追的每一个人都买在93.5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93.5有多少人买到 这边就点一下而已好不好 对不对 他至少他还是上涨的嘛 可是你看到昨天多少人在骂 哎呦你看烂股票这样杀下来 哦我跟你讲哦 这样子哦 这边到这边已经一根相当于一根跌停板 然后这边跌停板之后明天再一根跌停板 我昨天就讲了嘛 你有没有听到这种言论 你有没有觉得很熟 以前有一个大家都很熟人家陈嘎伟啊 他不是讲话都这样讲吗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什么 被嘎爆掉嘛 对不对 昨天这样下去 今天就谈起来了嘛 所以我就说很简单嘛 去年他拥有神秘的力量对不对 怎么做怎么被嘎 因为他看坏强势骨 那我们就很简单你跟他对坐 就赢定了啊 这也是教育老师以前跟各位讲 凡指标老王的故事啊 凡指标老臣啊 老臣不是老王是老臣 等一下又说我骂到人 没有没有没有 叫老臣 所以我说嘛 你不要因为你没有做到镖骨 就变成宇宙酸 你何必勒 你明明有这么多的机会 你可以跳过去 可是你后来你因为你的贪嗔痴 因为你没做到 因为你酸葡萄 因为你看不错 看不得人家好 拼命骂 结果骂得怎么样 骂得怎么样 你不就是丧失了你跳过去的机会吗 就像我讲了嘛 为什么你们现在你们会死爆航运股 因为他EPS很高 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有多好 听你在 对不对 就不是嘛 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就是因为去年的航运股很飙嘛 可是你没赚到啊 你看到人家标一开始都半信半疑 你都在当航酸 最后全面追架的时候 你才冲进去就被电到 所以一整个不甘愿嘛 就不甘愿嘛 不甘愿嘛 对不对 所以不甘愿的结果就是 你就一定要从哪里跌倒 要从哪里站起来 所以你就一直告诉自己说 这里还会背天赠地 这里会过全高 我跟各位讲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股价反映未来 它的题材早就已经炒烂了 这边就已经把它 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力度都反映完了 然后呢 结果这里开始出现了新标 标股元宇宙 你又犯了同样的老毛病 又开始骂 这边没赚到 这边有元宇宙你又没赚到 你又继续抱你的套脑股 那这里你不知道是抱什么股票 我也不知道 你永远就是抱这种 所谓的打底完成的股票 是不是 所以标股都跟你没有关系 所以我就说 我跟各位讲 你这种股票最容易爆出地雷 我是不是上礼拜 我跟各位讲的 11月19号 我说它会往下破 是不是 我是一笔往下泡 我图没有改 11月19号 上礼拜 一个礼拜前 我跟各位讲 它会往下破 这种技术面才容易爆出地雷 你说教育老师怎么可能 对不对 你们那种元宇宙那种烂股票 没有营收的才会爆地雷 这种怎么可能会爆地雷 我就说真的是 你自己看嘛 今天我们的威盛是拉尾盘 对不对 长荣收最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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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来对它有利多吗 听你在讲 这边跌六十几% 反弹起来 对不对 今天一根长黑吞噬了昨天的 好像突破平台整理的反弹 这叫假突破 这个接下来很有可能会再跌50% 我之前拿过国际图给各位看的 还有那个恒大 恒大是今天反弹 可是恒大之前是不是平台整理之后 再往底下破50% 今天是最后逃命 阳明也是一样 结果你去看万海 今天收最低破底 今天万海破底了 台股从我们翻多以来 一共涨了从这里10月4号我们翻多以来 台股从这里涨了1800多点才开始出现回档 万海是涨没有份今天破底 他破底耶 所以他今天都已经收盘价破底了 你还要对他有什么期待 那我上礼拜跟各位讲说 他比较容易爆雷 还是元宇宙比较容易爆雷 你看嘛他爆雷了 他破底了 我跟各位讲 破底了就代表下礼拜就直接往下灌 一路灌没救 所以我跟各位讲你们现在要跳船的 航运谷叫水手 宇宙船叫宇航员 他也是水手 我们以前常看那个什么星际争霸战 他也是称在宇宙 因为宇宙飞船在宇宙也是一艘船 他也是水手 那你为什么你不当宇宙的水手 你要当太平洋的水手 太平洋就会深深太平洋 深深伤心你知道吗 深深太平洋的神 深伤心 会沉下去的 今天破底了 对不对 所以你最后逃命的机会在这里了 你还看不懂 你要跳船你就惊天跳 你真的你不要再等到一路跳 然后那种一整个那种美颂 我就不甘愿然后我拼命骂 那我跟各位讲你真的完蛋 你不要去学那些 你不要去学那些宇宙船老师 真的你会完蛋 所以我跟各位讲 今天的杀到这里 我刚花了这么多时间跟各位解释 是变种病毒造成的市场恐慌 今天这一根沙下来 然后再当技术面破月线 把筹码清得干干净净 不然我们的元宇宙不会这样子拉起来 下礼拜你就看到 元宇宙概念股又全部飞天了 所以我说什么 下礼拜开始 一路向北窗 教委老师你为什么这么有把握 因为我们拥抱的是Future Future 航运谷那个题材都已经过去了 所以第一阶段 唱一首刘德华的世界第一顶 古城的风景 青青大海的风影 有市民有市民 亲爱朋友你就小心 有酒爱的标果 既然也会出头天 无怨天无幽灵 买到股票就是放心 你难以不要改歌词 改歌词都会唱不好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 你只要买对股票你就翻身 你知道吗 今天就是你跳船最好的机会 下一阶段回来我们继续分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50%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请您速洽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成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金钱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成东斗铺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成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特陈通投顾陈老师持股大涨 元宇宙低谷卫星 甩轿完毕 筹码洗劲 特别推出标凤再起50%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请您速下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台湾正面临一个重大的司法变革 我们的台湾需要你 需要你的声音 你的经验 你的想法 你的勇气 让我们的法律 保有人性的温暖 你第一次有权利 打破人与法之间的繁离 帮自己和所有人的未来 做一件大事 让台湾再前进一大步 全体国民的新任务 你就是国民法官 欢迎各位回到现场 不要因为没有做到标谷就变成宇宙酸 理由讲一大堆 其实真正的理由就是你没有做到 所以你才会酸 就这么简单 我怎么会不懂呢 那个陈嘎伟我跟他很熟好不好 不就是这样子吗 去年就这样啊 所以我都了解宇宙酸你们到底在想什么 对不对 那讲了这么多 我跟你讲那股票都没赚钱了 那这没赚钱的股票怎么会飙 我一个字就打趴你们 就打脸你们 为什么没有赚钱的股票会飙 因为很简单 Future 它拥有未来 股票永远反映的是未来 你现在看到的航运股 你在怎么样什么运费什么东西的 股价都反映了 你拿过去的东西来预测未来 那就是不对 所以你看嘛 Nike联手Robox进军元宇宙 你说哎哟真好笑 你有比Nike厉害吗 艾迪达在Sandbox 买虚拟土地 哎哟艾迪达疯了 虚拟土地卖飞天比曼哈顿还贵 就真的是这事实 你是神经病谁要去买 那是你的穷人思维 人家有钱人就是这样玩 这就是未来 然后我说很多的这种IP 什么先见奇侠传以后 也是先见奇侠传宇宙 你就是在里面遇见飞行 金庸宇宙 你可能你化身的是杨过 化身的是郭靖 林俊杰 艺人也一个一个 之前什么黄明志 日本还有AVNIO 宣布购买虚拟土地 他要开虚拟演唱会 你说他疯了吧 这叫有远见 所以什么叫未来 美国股市也在反映未来 你看这AMD灰达就是一路飙啊 这ROBLOX机器方块跟脸书就一路飙啊 那我们的国内法人比较慢 因为他们都有规定 你今天你要买股票你要写报告 要有依据 那你的依据哪里来 就是引用别人的报告嘛 这是Digit Times的报告嘛 然后到时候你会看到那个什么经济部什么研究局也出一堆报告 然后呢这是国 国泰投信出的报告说什么 法人沽2024年拥有8000亿商机 你公司还没有办法赚钱的时候就是画梦 你就能写出报告 写出报告就能够去买像这个 你看这亚信 你不要看它今天跌 你看这个投信 是不是 它买在哪里 你自己看 它买在这里 这一根掌铃它锁的 它这里它都没买 掌一倍它没买 因为它报告能写出来 它之前在这边看到是流口水 但是它不能买 可是它流口水不能买 等到它报告写出来 它的主管终于批准了之后 它就进去买了 可是宇宙酸不是 是看到这边流口水 然后就买送 自己没赚到就买送 就开始一直骂 一直骂 然后后来股价再涨一倍 再涨两倍 再涨三倍 就不关你任何事 所以 一倍地 两角印 三部五室也来陈陈 若买说 拔甘情 我是世界的一定 是缘分 是注定 好 算了 算了 算了它会笑出来 所以现在你要怎么切入元宇宙 你现在就是赶快跳船 你看佳奈老师不断地去拥抱更多的元宇宙 我们在礼拜三的时候 我们把新唐卖掉买台光店 对不对 它也是宇宙 它是低轨卫星 突破第一根一买突破 是不是 昨天是不是就涨停 創新高 今天台光店2383 我记得好像还在涨 对嘛 你看又拉尾盘 为什么别人不拉尾盘 为什么航运股不拉尾盘 航运股杀尾盘 那为什么2383杀尾盘 拉尾盘 因为它有future 你知道吗 它有future 泰盘 对不对 昨天我们说我们小范图 泰盘买亚光 亚光现在也是元宇宙啊 对不对 3019 整场几乎都在红盘 那为什么沙盘跟它没有关系 对不对 然后宏达电呢 来看一下 10点55分买进宏达电 尾盘是不是就拉起来了 11点04分买进预创 尾盘是不是就拉起来了 然后我们今天把华琴换股 为的是什么 我们把这个买回来 位数 下礼拜二 它关到下礼拜二 我觉得它下礼拜就会开始发动 开始拉尾盘 然后呢我们的威盛 往上走 所以你看我们这些股票很简单 获利可能没有很好 但是因为它们拥抱未来 所以下礼拜的台股 我跟各位讲 由我们元宇宙跟宇宙飞船 还有低轨卫星带领 就是一路向北 今天没啥时间长 刚刚搞笑搞太多 就时间浪费了 那趁今天飙风再起 下礼拜你就会看得很清楚 那你也可以验证那下礼拜 我无所谓 对不对 因为今天它们就是这么强 为什么那些航运股 不会拉尾盘 而我们的股票拉尾盘 这就代表了 这是你跳船换股的最后机会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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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绩效诚信 回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成通投赴 拥有股票、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投赴 值得托付 02752-5868 2752-5868 早前听到犯怡心就怕 现在我们都有机会做法官 2023年国民法官制度要开始 中大案件第一心